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PAP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9章Sync PAP试图模型和分页 这节课呢我们讲一下Sync PAP的试图模型和数据分页功能 上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个关联模型 那么关联模型呢它非常方便的对这个一对一 一对多和多对多之间表的关联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 那么它是通过生成多条Sync PAP试图 然后进行数据的拼装得到最后想要的结果 对吧那么它的Sync PAP调入很多执行了很多遍 那么说明它的性能可能会低一点 但是它的功能很强大 那么对于简单一点的比如说一对一 比如说Has1Blogs2这种多表的关联查询 用户查身份证对吧一对一对应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我们可以采用我们Sync PAP语句的联合查询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边模拟的试图模型 就是非常适合此类查询 那么这种查询的方法呢 它只生成一条Sync PAP语句 所以对于简单一点的 并不是特别复杂的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好了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节课 我们关联查询一下 这个用户和身份之间的关联的时候 它是怎样生成 生成这个词条语句的 那我把上节课的一些删掉 这个还保留 然后呢我们打开我们上节课的这个model user model 然后我们就删掉一下吧 先 好删掉一些 ok 那么这个保留 保留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load host demo 39 然后呢就是user index 右击你看一下原文件 蜡笔小新 身份证 阴导小文的身份证 然后下面没有身份证 那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然后你打开scale语句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第一个 已经执行了一条scale语句 对吧 然后下面呢 就是执行了很多很多条scale语句 是主要是这个 是一个car身份证 这一个 然后什么1等于1 user的id呢 一条 然后有这么多条 这么多条执行了 其实很浪费 并且他把每一条呢 再跟他进行 怎么样啊 宿主的拼装对接 所以最后导致我们想要的效果 是这样子的 那么对于这种需求呢 其实你没有必要就使用这个什么 呃 是关联查询了 因为实在是大材小用了 对吧 啊 那么小材的地方呢 我们就用 小用的 就是仕途模型 那就正好能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所以呢 那仕途模型呢 怎么去解决呢 那我们先把这个删了 好了 那么这个呢 为了我防止混淆 我就把它先注释掉 试途模型第一步 首先你要创建一个试途模型的model 试途模型的model 它的声明方法是user 然后加个view 这种写法 然后model.class.pap 然后name 然后什么 home下面的model 然后class user view 这个model 继承 viewmodel 好了 就是这样 好了 这么继承好之后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下一步呢 你看啊 它就写了一个字段 是固定死的 view fails 字段 好 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view fails 然后呃 这边应该是个数组吧 是数组 然后里面怎么写 我们看一下 里面还是个数组 写两张表 你要两张表进行关联嘛 第一个是user 然后写一个数组 读号 第二个呢 是card 写一个数组 好 写个数组 然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什么都没有 对吧 看这边scale 也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下一步怎么办呢 下一步 你要 我user 我要显示哪些数据 我要显示ID 我要显示user 我要显示email 对吧 然后card 我也显示什么数据呢 我要显示这个code 好了 就显示这么多 其实两张表已经关联了 但是你 但是你刷新的时候 好像还什么都没有 对吧 什么都没有 我这边还没写 user 等于d 然后呢 user view 然后我就打印出 insert 指向 select 好 然后我在这里刷新一下 有很多条数据就出来了 大家会发现有六十几条 怎么会有六十几条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带着一问去 papmind.me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在这里我们选择sync php 然后我们找到这边insert 那么insert呢 其实也就这么多条数据啊 就也就这么多条数据 大概十十一条 十三条的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条 那为什么这边会显示出这个六十四六十五条呢 好 那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比如蜡笔小星蜡笔小星蜡笔小星 怎么全是蜡笔小星啊 对吧 好 是因为一条蜡笔小星 然后再结合四条 这个是四条吗 结合了这个一二三四五 五条 那么也就是说十三乘以五 就这么多条 就每一条user 它会对应五条身份证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因为关联查询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这边啊 user id as id user user as user 然后到后面这边card点card 然后from sync user join 它是个关联查询 它是一个这个联合查询 join 那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join呢 它没有写什么 类似于select的语句的where语句 它有一个join on 这个on呢 就是说它有个判断条件 判断是这个 uid和用户的id相对应的 但是它没有 所以说它就是 逐个的把它显示出来了 就会变成65条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给它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怎么写呢 一个下滑线on 它就是on条件 写在card里面 因为它是重表 主要它是重表 它是主表 我主要显示user 然后把这个card里面 有个数据添加到里面的 对吧 然后它指向 这个user的id 等于card的.uid 也非常清晰写起来 好 刷新一下 大家发现只有五条了 为什么只有五条 那么我们说 这个user不是有13条吗 那为什么只显示 前面的五条左右呢 好 因为身份证只有五条 你如果直接就是用on来写的话 就是joinon的话 它会把用户和身份证对应的显示出来 而没有身份证的用户就会被隐藏了 没有身份证的用户被隐藏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 这边的写法是 join thinkcard onuser onuser.id 等于card.uid 好了 如果我是 user是主表 如果我想把user全部显示出来 有身份证的显示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的显示 那这个怎么做 那我就要规定 我这个是主表 是左连接 所以呢 我让它全部显示 你这边就要写一个下滑线type 是什么类型呢 是左连接 是left 左边连接 刷新一下 好 前面五条还是可以显示出来 都有带身份证 后面呢 所有的都没有带身份 就是non了 但是它会显示13条 最后是12 因为从零条开始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用户显示出来了 带身份证的显示 不带身份证的就不显示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left join 当然你用right join 把这个card当做主表的话 那么 就跟默认情况下是一样的了 所以我只显示有身份证的 那么就这么写 OK 好了 那么下面呢 还可以写上这个content 那么content呢 这边我们研究一下 把这个先注释掉 content 指向AI 我只显示一个content 然后呢 我也是一个on 指向user.id 等于content 点上uid 好 一样的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呢 会有个问题 因为它本身是一对多嘛 它不是一对一 就是一个用户可能会对应多条 那么它用这个链接查询的话 比如说左链接查询 那么就会显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同一个用户可能会显示三条数据 都是一拉比小型 一拉比小型 一拉比小型 但是他们的每一个content是不一样的 关联查询是可以在里面 怎么样啊 显示一个多条数据的 而如果你用链接的话就是这种情况 好 有这种情况 其实本身 我并不是 我们的需求并不是说把它所有的留言显示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对不对 怎么只查询呢 对吧 那么但是我们这边呢 只是为了显示每个用户 然后他们的有一条数据 就把它最新的数据 最新的留言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当然你可以再加个条件显示最新留言 那这个我们就不做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说我只是显示用户 而且只能显示一条用户 不能显示多条用户 怎么办呢 好 那么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一个group分组 group分组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刷新一下 这边就显示一条了 那这边其他两条呢 其他两条其实并不是我们必须的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的业务逻辑是什么 显示每个用户最新一条留言 那么你就可以这么写 或者最老的最初的一条留言 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 left join讲过了 重复的讲过了 还有一个叫使用count得到关联的条数 那么很多情况下是这样子的 我并不是需要得到这个留言多少 我要跟他关联起来之后呢 这个不需要 我要显示每个用户有几条留言 好 那你可以这么写 叫content什么呢 这个是个合并 这个就计算里面有多少条数据 我计算这个content 点上这个 uid 指向 abc 好 用这种方法 好 就获取到user表里面有多少条对应的数据 得到数目 刷新一下 大家看 abc是三条 看到没有 三条 这个呢 就是我们关联查询的意义 好 关联查询并不是说 它里面再显示个数据 它不是的 它这边就可以就是一条数据 然后显示你想要的 好 ok 三条 其他都是零条 零零零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关联模型 试图模型 试图模型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下数据的分页 数据分页 我们刚才这边也看了 一共13条数据 我们要做分页 每页显示个两条或者五条 好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也是封装的 首先我们每一个我们就打印一下试试看啊 第一个 user等于d user 好 比如说用的这个基本的普通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 我们最好对它 好 全部注释掉 注释掉了 这个无所谓啊 好 关系不大 嗯 我们看一下 最关闭点 好 然后下一个 我想得到它一共有多少条数据 你可以直接杠 content 好 这学过的是吧 然后打印出有多少条数据呢 13条 好 没问题 下面一句话 叫做 page等于new page 把content放进去 有一共13条 每页显示5条 好 试试看 等于new page方法 封装的方法 content 这个呢 每页我显示几条呢 显示5条 好 可以的 然后下面怎么办呢 下面我可以打印出 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个对象 它是个分页对象 它有很多东西啊 好 有很多东西 大部分是什么啊 几乎所有都是 以属性的方式存在的 好 下面我们继续再看 它是个对象啊 下一步 我要显示个show show是什么东西 太子指向show方法 它里面带来一个方法 show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打印出这个show show其实是一段htn秒 如果每页显示5条的话 那你就分三页 第二页 第三页 回到上页 上页 下一页 下一页 对吧 好 这是分页 分页就是show 好 下面一个 我分页有了之后呢 我显示的时候怎么显示呢 好 这边有两个东西 我们要先打印了 了解一下 第一个叫做 pads指向 first run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刷新一下 这边写错了 刷新一下 10 从第10 第10 这个10是什么东西 10 我们把这个去掉 刷新一下 没有 这个是从第10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是第三页 好 把它去掉 刚才 去掉 从第一页开始的话 它应该是 从第0条 对吧 所以刚才有10的时候 感觉有点 有点 有点就是说 不一样 然后下一步 总条数 list rows 好 这个是总的 每页显示的总条数是5条 不是所有条数 是每页显示的多少条 就是用它 好了 下一步我怎么办 下一步我就要写一个 list 等于user 指向一个limit方法 我们就不排序了 limit方法 那刚用刚才的写法 从第几条开始 first 如果到了第3 第2页的话 就是第10条开始了 对吧 然后每页显示几条呢 每页显示 这后面不是每页显示 后面是每页显示几条 list rows 然后再把它显示出来 OK 那么list就有了 下面list 指向一个as 第一个是list 逗号list 下面一个list 指向page page是show 而不是page过去 然后this 指向display 可以了 那就这么写 刷新一下 模板不存在 那么是我们之前几节课 我们讲的时候 把那个模板给禁用了 config找到 找到这里 把这个模板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还要打开那个模板页 模板也删掉 好 做个表格 table 这边我们显示ID 然后呢 还有两个 insert 把这里呢 我们全部改成td ok 然后刷新一下 有了 有了之后呢 for each 然后name 等于是this 过来的 然后item obj就可以了 for each 好 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的 obj 点上一个ID 后面呢 一样的啊 改成user 改成email 好 刷新 有了是吧 显示五条 然后下面呢 就很简单了 直接的就是一个pad 好了 打定 是吧 哎 分页就有了 那么下面呢 我把它每页显示一条 我们要做一个 一些设置 刷新一下 好 你看啊 第一条是 p1 点去填兵 我点第二页的时候 就显示 p2 点去填兵 p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问号p 等于2 是吧 p等于4 是一个道理啊 只不过点击的时候 它给你静态化了 伪静态啊 但是这边有个一点点点 是第一页 好 这个13 最后一页 是吧 好 然后它有一些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就set config 我们就不去 不去这个 慢慢写了 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复制过来了 好 first 那个pre next last 然后呢 首页 上页 下页 末页 你这么一设置之后呢 你看啊 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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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页 这个是最后一页 这个是首页 这是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是不是写错了 呃 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页 end 刷新一下 好 没有 我们查看一下 document 点上一个 sync pap.cn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专题 这里的 数据分页 找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 它这边也没写 对吧 也没写 这个是最后一页 number 好 当前页 end 我们看看 放进去 好像 还没有效果 是吧 好 那这个到时候再看 到时候再看 最后一页 这个是css 然后这里的话 nest first last 这边用的last 它没有统一 我们再用last 试试看 last是末页 刷新一下 好 它这边还是显示的13 好 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 不管它了 OK 那么最后一个是主题 那么就是说 可以改变他们一些 改变这个css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一点点复制 因为这个都是 都是一些字符 然后我们就复制到这里来 我们先去掉一些 比如说第一个 共这个title row 什么意思 刷新一下 我们那个分页也没了 是吧 分页也没了 注意 共13 这边可以后面加 叫条数据 好 共13 条数据 你看一下原代码 它这边是有DIV的 对吧 好 那么我把这句话去掉之后 你看原来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看一下原代码 你要对它进行css样式 他们这边都有classnumber 对吧 当前页number都有 好 你加上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看 好 共多少个页码 然后up page link page和down page和end 我们这边复制一下 甘贴 去掉一个 好 刷新一下 这样子就对了 下一页 首页 那看一下它们原代码 是不是还是这样 是这样子的 OK 没有问题 这边就会多出前两个东西来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设置分页的变量名 设置分页的变量名 然后呢 varpatch是 等于patch 它默认的是一个p 那我如果在config这里 设置一下的话 好 直接复制 粘贴一下 好 刷新一下 然后我点 这条 已经变成patch了 看到没有 已经变成patch了 当然你先要先进到首页 然后再点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这样 这种形式 patch10 patch12 patch13 OK 那么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分页就讲完了 他们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patch方法 就是取代limit的方法 就不需要你再使用这个 使用limit的这种写法了 那么其他的还是一模一样 大等小异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自己去试一下 那么这台课 我们就讲了这么多 最后呢 感谢收看本资教程 本课程使用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外部俱乐部 yc酷.com 我们联合提供 本次做老师李杨辉 谢谢大家 再见